白色小货车才一过隧道 突然这辆车往右偏 开始左摇右晃 又往左边撞上了分隔岛 瞬间尘土飞扬 右侧车门弹开 车内物品和零件喷飞在国道上 驾驶赶紧打警示灯 一路滑行慢慢停下来后 在隧道口把门关上 惊险瞬间乍看之下 货车像是要解体一样 发生在1号下午2点半 国道3号板桥往中和方向 当时不少驾驶向警方报案 人人到场后发现驾驶无伤 他工程是因为车突然失控后打滑 他急着回阵 结果撞上了分隔岛 好险后方车辆速度不快 才没有酿成追撞意外 不过他车祸导致 国道上有货车的零件等物品散落 依法最重罚6000块钱 但万一是他货车上的货物 驾驶人上国道之前 千万要记得 把车上的物品给捆绑好 因为从12月1号开始呢 国道警察将会加强取缔 从原来9000块钱 罚还到变成18000 寄出重罚实在是因为 国道上太常上演血滴子 后方驾驶往往闪避不及 酿成追撞意外 千万别一时轻忽 伤荷包是小 但酿成重大事故 怎么样都难以弥补 记者杨东盛 蔡炳红 欣伦在台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